等一下 先不要公布 這什麼 妳好色還我好色 笑一笑妳覺得 但是妳好色啊 妳有GAY 妳比較好色好不好 我還好吧 我可以拒絕 妳看如果我安啊 我怎麼會好色 先要幫妳測一下 心理測驗 測好色的指數 講完 紅桃市道等一下超順的 我就是個好色之徒 我很好奇啊 因為我們有沒有信心 我跟你有沒有好色 因為要好色也要有人配合嘛 對不對 所以好不好奇妳好不好色呢 好 我們來做個測驗 妳想把舊浴室更新 但因為預算不足 所以只能改一個地方 那妳會改哪裡呢 舊浴室 對 好 一 妳會改窗戶 二 妳會改浴缸 讓妳可以泡澡 好 舒服一點 三 妳會換瓷磚 走進去很乾淨 四 妳會換會熱的熱水器 好難喔 就原來熱水器可能是不熱的 妳現在要換熱水器 我會選第一個 妳會選窗戶 對 就是洗澡 就是每天看心情 感覺妳滿浪漫的 真的嗎 真的嗎 我會選熱水器 我沒講到妳會選熱水器 我剛剛就在想瓷磚跟熱水器 因為這兩個我都滿想換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 但是後來想 如果原本的是不熱的話 那我應該會想要換熱的 對 妳會換什麼 我應該會換瓷磚 因為我覺得瓷磚 看起來就很新了 對 把瓷磚換了 對 對 熱水器我沒有 我可以不那麼熱 很麻煩 對 窗戶的話 能通通就好了 但是感覺子瑄很浪漫 好 我們都選好了 妳呢 選好了沒 下好了一首喔 我們來看 選擇一 改窗戶的子瑄 好色指數十 我就是好色的女人 妳非常好色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妳很注重感官感受 在沐浴的同時 還要觀賞到美麗的景色 對玉性也是如此喔 妳很在乎對方的容貌跟身材 要求頗高到妳 好色程度可不低喔 剛剛是誰說不像是身材 我剛剛是松黃嗎 我認知還不夠充分 妳可能誤以為 還沒開發到那邊 對 妳可能很希望一個很出色的人 然後他有生活感 妳懂我的意思嗎 對 好像是 妳這條件太高了吧 對 猛男 但是又能夠過生活 可是太難了 好 選擇二 沒有 我們這裡面 我們要選擇二浴缸 如果選到這個的話 妳的好色指數是 50 隱藏性的好色 妳比較喜歡踏實 大大的浴缸 會讓妳覺得泡澡很方便 是一個在乎物質生活的人 什麼無欲無求的 不太適合套用在妳身上 所以對方可能尺寸要大 或者是摸起來要舒服 這個是妳的要求 妳會有要求 但是不算太好色 妳就50了 等一下 先不要公布 這什麼 妳好色還我好色 來 笑語蕭妳覺得 但是妳好色啊 妳有gay arm欸 妳比較好色好不好 我還好吧 我陪妳拒絕 妳看過我 arm啊 我怎麼會好色 不是 妳看過我 arm 你 arm很文人氣質 是不是 但是很難說 它有沒有隱藏性的野獸 野獸性 野獸 對啊 很多人知人知面不知心喔 你要知道嗎 好 我們來看答案 選到3的是我 好 好 恭喜妳姐姐 姐姐 我好色指數20 我20 欸 為什麼我要驕傲 對啊 不行 妳無欲無求欸 妳可以這麼說 很合理 是嗎 畢竟就是到現在 經驗也少少的 然後也單身喔 我真的不好色 我真的不好色 來 妳是五感型的好色 妳是一個超級管家 一點點錢會把它分成 產生最多價值的地方 妳對好色基本上 沒什麼興趣 帥哥美女看看就好 如果要妳投入精力去追求 簡直是浪費時間 我不覺得我會分配什麼錢 但是我的確覺得 談戀愛浪費時間 真的喔 談戀愛或者是那件事 我個人覺得我的特質是 我一旦掉進去 會花蠻久的時間 然後我也會有點痛苦 比如說我可能就會開始 很在乎她 多在乎我 我盤算過後 我覺得我是 玩不起遊戲的人 那所以這個遊戲就會變成 那就別玩吧 除非是真的好棒好棒喔 感覺好強好強喔 那否則在這樣的 真命天子出現之前 我都是屬於可以關門的 所以我的好色指數 就被我關起來了 就別好色 否則的話我可能 賠了夫人又折兵 某間房子就要賣掉了 一想到這個我就很害怕 因為我覺得這是我的弱項 這是為什麼我好色指數變低的原因 因為我控制了她 好的我們來看雨喬熱水器的指數 來吧 一百分 我就是好色之徒 好適合演喔 來你是 你這個太誇張了啦 這是心理測驗喔 怎麼會 沒有人陷害你喔 這太好笑 很純實的做心理測驗 你喜歡享受的感覺 就算是洗澡 也絕對要舒舒服服的 由此看來 你的異性的雷達是很敏銳的 對有特色的異性出現的時候 你就能夠 就是那個特色就能夠抓住你的 我的摺偶條件不是 就是一般的摺偶條件 對 個性 個性 然後 品味 對 然後 我的確對於外表有一個自我的 標準 就是只要是長那個樣子 那個感覺的男生 我都會特別的喜歡 哪一種樣子 戴眼鏡 是不是 戴眼鏡然後白白的 我跟你講我高中的時候 還特別喜歡穿西裝的男生 我還會去坐在那個捷運站 那時候有很多那種賣房子的 都會穿西裝嘛 然後他們就會在捷運站 跑來跑去這樣 我超喜歡看他們的 然後只要是那種 絲紋絲紋白白的 戴個眼鏡 沒有肌肉 就是白白弱弱的 穿個西裝 我就會覺得 妳有沒有這種 哪一種型特別吸引妳 比較神秘 會讓我想了解它的那種 有點猜不透 神秘 然後笑起來的話 會有一種反差感 有時候看起來很成熟 但笑起來很像小孩 對 然後笑容好看的 我跟你講我最慘 我很喜歡棒球帽 很多很多 對 不是 這很奇怪耶 不會 他們通常會有中等身材 然後穿著類似 軍綠色 卡其褲那一種 對 卡其或軍綠色 然後再戴上一個棒球帽 然後臉有點方方的 好特別喔 老師妳好特別喔 真的很特別 我以為我已經夠特別 我覺得妳是 比我還特別耶 所以我有兩任男朋友 是攝影師 好 那除了這個 戲裡面有性的話題以外 妳覺得這戲裡面 還有沒有傳達什麼 其實我們的前半段 會比較多 就是性知識啊 或者是 對 的一些問題這樣 可是其實後面幾集 有聊到家庭 對 對 我們是 其實還是個家庭 因為我們 對 是一家人發生的事 就是每個人面對自己的創傷 那件事情 對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點是 就是爸媽那一輩 傳統的觀念 對到姐姐那一輩 可能是生小孩 生育這一類 可能對我就是說 我現在很年輕 做網紅這個工作 它不能理解 然後會變成兩邊 會有各自在辯論 我覺得這滿有趣的 其實有家庭問題 也很生活感 當下社會的一種探討 對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星座排行榜 床上最厲害 讓人回味無窮的星座 這個星座排行榜 我必須誠實地說 就是我排的 我怎麼會知道 誰最厲害呢 怎麼會呢 妳要品嘗過12星座吧 對 是不是 那這也不是什麼數據調查 但是是我們想像中的厲害 好不好 可以參考 火星金星太陽星座 第三名 牡羊座 熱愛冒險 熱愛冒險自信大膽 這個 來有經驗的人說說看 有人跟過牡羊座嗎 不是我只是覺得這個 很難去認定哪一個星座 對 有牡羊座很運動員的樣子 也有牡羊座很斯文啊 這真的很難認定 對 而且萬一他們非常的衝動 再玩電動玩具 可能就不會衝動在你身上 但是呢 如果他的慾望是你 我覺得牡羊座應該蠻精彩的 所以前提必須是牡羊座想要慾望你 第二名 水瓶座耶 你老公耶 所以我說這個排行榜不是我排的 是你排的吧 那我就把它放第一了 只要有面子 好 好 來我們就要待會兒問雨喬喔 水瓶座的說法是說他們喜歡嘗試 有嘗試精神 所以這方面精神可嘉 願意去把所有書本影片中的知識拿來造表抄課 有嗎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耶 我們是比較就是一般傳統的 我們沒有嘗試太多 我覺得雨喬有比以前開放很多 是嗎 結婚比較敢講這樣 或者是演了這個片 變了 對 好第一名 號稱天蠍座 又是天蠍 感情濃烈性能力強 欲望也比普通人強烈 我倒覺得是 我覺得天蠍座應該會讓你有一種 現在只有你的感覺 是天蠍座普遍來說都是欲望比較強 他很強烈的希望你知道他想佔有你 我覺得天蠍座會強烈的傳遞這個訊息 然後好讓你跑不掉 他很害怕你跑掉 很害怕被拋棄 然後所以可能感覺欲望比普通人強 然後也感覺更能享受性吧 他在性方面可能更想探索 因為這是他的太陽星座的本質嘛 對不對 對 好所以我們就第一名了 剛剛是男生 所以現在是女生 你覺得哪些 雙魚 雙魚 比較感性嘛 對比較感性 也很會演 也願意演 對也願意比較 雙魚應該有 OK 處女座有可能嗎 你的處女座應該 我不覺得會讓你回覆不久 你可能之前叫他去洗澡 他就已經開始有芥蒂了 在乎太多其他小細節了 我們來看讓男生回味無窮的第三名女生 金牛座 如果你讓他愉悅 他會很明白地告訴你他很開心 那覺得你很棒 男生喜歡聽到這個 是 他也知道金牛座不說謊 好的 第二名 天秤 都是金星人 重視性愛中的互相付出 溫柔的一起享受 這樣子 重視公平 你對我好我也要對你好 我覺得天秤座有一點蠻感人 他們的確是很願意付出 比如說我有一個朋友就是天秤 他認識了對方以後 雖然他們距離很遠 但是他不會要求只是男生到他這邊來 他也會 你到我這邊我也會去你那邊 所以他就是 互相 很互相的一個人 公平 對所以 是不是床上讓你這樣子不一定 但是生活當中他們的確是 第一名 姊佑這麼有講巨蟹 姊佑 你這樣人回忽不久 來來來我們 趕快真有了趕快 對 配合度高 一個好色第一名 一個回外無窮第一名 兩位很適合眼愛愛念韓光 怎麼會是我們 身影性強也能接受任何招式的挑戰 害羞 好害羞 他臉都紅了 對啊 怎麼講得那麼細啊 但是 很願意配合吧 就遇到喜歡的話就會 很喜歡的話就會願意 不死 沒有 沒有 我又要開始急診 好可愛喔 顯然中了 所以巨蟹女會讓男生回味無窮 因為當你被巨蟹看上 巨蟹就會拿出它留住你的本事 是 對 入得廚房 出得廳堂 也進得了臥房 不錯耶 不錯不錯 我們錄完了以後呢 再隔一天就小年夜了 歡迎大家來看愛愛念 已經上了 2月2號就上了 一次八集嘛 對一次八集 那Nevers 2月2號就上了 所以我們已經可以一次全部看完 對 那年假的時候 剛剛雨喬就說 很適合打麻將的時候看 我覺得可以耶 朋友之間 你要害別人 啊 很有話題啊 因為打麻將有時候就是 你知道前面幾天除夕啊 什麼大年夜是跟家人 對 後面就是跟朋友了 對 你走春的時候很適合耶 超適合的 看一下吧 看一下吧 尤其在這個水瓶月份 尤其在這個冥王星很強的月份 我們跟陌生人談性 我們跟朋友談性 對啊 也蠻好的 來看一下愛愛念韓光 我們祝大家新年快樂 好 拜個早年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龍年行大運 新年快樂 龍年見 哈囉大家好我是塞凡溪 大家好我是李明忠 和大家分享我們的電影 還錢 想知道十二星座 誰最準時還錢嗎 從二月十二到二月十四 請鎖定YahooTV 容許楊談心事 Ya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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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